3月3拜宣言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 4月7日以同根同祖同源 和平和睦和谐为主题的 几亥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 在河南新政皇帝故里举行 吸引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华侨 以及社会各界优秀代表近8000名嘉宾 共拜人文始祖宣言皇帝 佩戴黄色围巾的嘉宾穿过兴事广场 纷纷来到故里祠前合影留念 谈到对河南的印象 不少海外嘉宾表示 河南乃至中国的经济发展 让他们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信心满满 每次看到这个家乡的变化都是不同的 而日新月异 而且建设的非常的漂亮 这个信息化的这个速度非常非常快 我是历三次了 因为我们都是元皇子孙嘛 皇帝的后人 对于我们这个整个中华民族的振兴 非常有信心 上午九时四十五分许 拜祖典礼正式开始 全场苏立 二十一响盛世礼炮 冲破天际 大典一城氛围 盛世礼炮 敬献花篮 敬首上香 行师拜礼 攻读拜文 高唱颂歌 乐舞敬拜 祈福中华 天地人和九相 此外 今年拜祖大典 也有不少青少年和家长一同参加 以此来推进中华文明的影响力 明居里感召力代代相传 我这次专程来港网拜祖大典 目的就是为了想多了解一些这个古代的历史文化 因为我们都是有中华民族的根 然后心里也装着中华民族 我们来的主要是一个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中华文化五千年的那个浓厚感 每月三月三我都在这里 连续几年了 我相信不能 我们不能忘根忘祖 这个是凝聚我们中华大家庭的一个一种历练吧 据悉受皇帝顾礼拜祖大典影响带动 世界各地华人也纷纷自发在当地举行 同时同向同主题同拜皇帝活动 皇帝顾礼拜祖大典 已联系举办十三届 已成为华人世界极具影响力和标志性的文化名片 为维护中国统一 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提供了一个重要载体 我是第一次到建州 过去两天就是在建州洛阳啊 明天就去开封 开封府 去参观 感觉很好啊 不但是古建筑 另外一些比方说深层啊 等于就建得很好 很有过际水平 因为我的朋友嘛 对建州不是深的发展 不是一定怎么清楚 回去之后应该 我应该多一点介绍他们嘛 希望他们也到河南跟建州 在美国已经待了二十年了 我是本身是做这个餐饮的 用中国的美食来作为一个桥梁 把中国的文化传播出去 把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每个时期不同的发展 我们的信息化的程度带出去宣传 包括我身边的犹太人和外国朋友 去参观了 看里面的内容 可以信息一下